捷克后任总统帕维尔不顾中国反对 坚持在宣布当选的第二天 和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 双方交谈将近15分钟 承诺进一步发展双边关系 帕维尔甚至期待和蔡英文见上一面 结果这番举动再次触发北京的敏感神经 中国外交部更是批评捷克 执意踩踏中国红线 严重干涉中国内政 捷克当选总统帕维尔 罔顾中方多次劝阻和反复交涉 执意踩踏中方红线 严重干涉中国内政 伤害中国人民感情 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已向捷方提出严正交涉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在记者会上再次敦促帕维尔 切实落实他在选前所做的尊重一个中国原则的言论 他还表明捷克政府必须立即采取有效措施 消除通话事件带来的负面影响 以免中国和捷克的关系出现难以挽回的损失 虽然捷克和台湾没有正式外交 但2018年开始 从地方官员到国会领袖 纷纷对台湾示好 捷克议长还带队访台 双方关系就此升温 如今 亲台派的帕维尔当选 势必会扭转之前中央政府亲中路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